另外看金礦股 或者和黃金相關的股 因為金價最近越跌越有 已經跌到1,600多美金一盎司 比之前曾經穿了1,800元 現在都跌了很多 導致ETF和金礦股近來都回落 看來金價的趨勢 美元強金價跌 其實我相信以前投資氣候 當美元弱的時間 金價會上升 美元強的時間 反而金價會下跌 美元和黃金正在走向相反方向 但見到金融海嘯之後 相反方向的走勢已經不存在 當然看美元的時間 會否有一個指標 其實指標不是那麼大 不過我們見到 始終美國經濟是差了下來 亦都預計打後一兩年都是差的 所以我們才見到美國政府出了 寬鬆貨幣的政策 亦都維持超低利率方面的水平 預期美國出現滯脹時 一些有型資產的價格會上升 雖然我們短期 正正如你剛才所提及 黃金每盎司 較早前亦都在做 大概是1,800美元左右的水平 最近亦都下跌了下來 大概1,600多美元左右 每盎司美元這些水平的時間 下跌幅度都挺大 但投資者不需要那麼擔心 因為我們見到 始終那個需求是存在的 尤其是我們見到上半年 黃金的需求 只是說中國和印度 已經佔全世界的黃金的需求 大概是五成二左右 還有我們見到 相關尤其是內地 一些生產黃金相關的企業 其實說到頭三季的盈利增長 也有大概四成一左右 這些基本因素其實都看好的時間 黃金方面的格格 其實我都來看 慢慢會升上去 總之現在就不會說 會不會跌穿這個1,500美元 因為其實不是雙秋元 其實我相信都會 因為見到就是 始終這段時間 市況比較混亂 黃金較早前 也都站穩在大概1,800美元左右的水平 我相信接下來會慢慢回升上去 那你說會不會下市 1,500美元這些水平 我相信都有機會下市這些水平 不過投資者始終要留意 就是我經常都說有危有機 這段時間反而造就了一些吸納的機會 我都會建議投資者 可以留意一些黃金類相關的投資 是的 接下來都可以考慮一下 黃金ETF或者金礦股 礦股今天都跌了1%至3%左右 另外想繼續問問Raye後市怎麼看 因為一連三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就完結了 似乎沒有一些鬆手的措施出來 只不過繼續維持穩定的貨幣政策 另外美國那邊就維持利率不變 亦都沒有任何刺激的經濟措施出現 似乎對我們的港股沒有一些動力 接下來後市依然都是一般的 短期我看這個星期都叫做一般的 都是上落市格局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始終標普 上個禮拜說了 就是說歐盟峰會之後 如果沒有一些新的措施出台的時候 有機會將歐盟的一些地區的評級 調低了下來 亦都限制了港股的升勢 還有我們看到 接下來會公佈內地PMI的數據 究竟會不會維持之前48左右的水平 還是會升上來呢 這些因素亦都限制了港股的升勢 不過投資者要留意 就是現在恆生指數已經跌穿了 所有的20天線 50天線 10天線這些水平的時間 我想恆生指數現在暫時會徘徊在 大概18000點到18500點這些水平 首先嘗試大概是20天線的水平 大概是18500點這些水平 然後才會嘗試大概 大概是50天線 18751點這些水平 好的 先報回港股 今天港股跌了92點 收報18354點 成交是430億 所以接下來後市都是一般般的 好 我們觀望一下 各位 乾杯 乾杯 早見 到這裡